女孩每天都会在体育馆爬到历劫 因为她知道只有展示自己狼狈的样子 身后的那群人才不会再为难自己 可令她想不到的是 今天的笑爸非但没有完够 反而又一次地拿卷发棒对准了自己 直到确认自己已经没有一块好落后 发泄完毕的他们才会放心地离开现场 受尽折磨的女孩本想报警 怎奈却被以小题大做的训事赶出警局 知道女孩报警的笑爸更加不满 说着便提前闯进女孩家等待对方 生气地他们将女孩积攒的零钱倒在桌上 威胁女孩跳舞给他们欣赏 还没等女孩同意 笑爸就又将目光盯上了对方纤细的小土 就这样拿起地上的运动 再次玩起了他们最喜欢的游戏 而等到屋内的人群走光 绝望的女孩也来到了天台 求生无望的她本想跳下去结束这一切 可终究还是没有勇气 这一刻的她伴随着漫天大雪 不断地用眼泪宣泄着对笑爸等人的愤怒 可很快她就又被腿上的伤口吸引 原来碍于伤口一次一次被弄过 她的皮肤也开始不断出现令人崩溃的刺痛 等到时间来到第二天 无计可视的女孩只能提交了退学申请 可爱于她在理由一栏填写的是霸凌 知道这会影响自己前途的老师当即令其修改 听到这话的女孩当场拒绝 不料对方却摘掉了自己的手表 而由于害怕东恩填写的理由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所以笑爸母亲当即拿出一笔钱 希望东恩母亲能够修改下退学理由 而等到不知情的东恩回到出租屋 这才发现东西都已经被母亲搬走 地上只有自己的书和衣服 而等到意识自己被抛弃的东恩拿起那封退学申请 这才知道上面的霸凌已经被改成了不适应学校生物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走出校园的东恩只能四处打工维持生活 可就算是他强迫自己不去回想那些经历 总想轻生的想法与身上的痒还是会令他激进崩困 恍惚间他的思绪也被拽回到退学的那天 就这样又过去了十年 此刻的女校爸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天气主播 凭借出色的外貌嫁给了某财阀家庭美满 而东恩则凭借努力兼职学习成为了小学老师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任职的第一天就成为了女校爸女儿的班主任 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调查和积累 他的报复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很快到了高中校友会 许久未露面的东恩突然出场 他先是装作没事人一样跟校爸等人打招呼 然后等到女校爸严真上台发言 他又在台下带头鼓掌 看到这一幕的严真不知道他要干嘛 于是等散场之后 生气的他立马就给了东恩一巴掌 可东恩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调侃起严真跟男校爸的关系 直到两人的脸色大变 东恩这才静止地离开现场 隔天严真接到学校电话 这才知道东恩就是女儿的班主任 害怕东恩对女儿下手的他立马就赶到学校 听到这话的严真很是不屑 因为他觉得东恩还是跟以前一样十分软弱 说着便嘲讽起东恩退学后过的应该很惨 可东恩却表示虽然一路走来痛苦的要死 可现在自己却开心起来了 说着便称希望严真也能体会到体育馆的那种绝望 而眼看在东恩这占不到便宜 严真干脆找到了校长 试图利用金钱来让校长把东恩开除 可校长却称东恩是校理事会直接任命 自己根本无权处理 而眼见此举不行 严真便又把目光盯上了东恩的履历 希望找到一点劣迹作为要挟 可东恩的履历近乎完美 所以他并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也就在他打算从长记忆时 离开石路过教室的他就看到 东恩正手拿剪刀站在女儿身后 无奈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伤害 严真只能再次找来 想要试图用钱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可东恩却根本不往话题上说 反而拿出严真女儿的话来暗示他的女儿是色盲 而这一点正和男校爸在军一模一样 事已至此所有的一切也就不公自破 很明显这个孩子就是严真跟男校爸所生 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让财罚老公知道 那么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听到这话的严真意识不知该怎么办 于是回到家的他因为害怕老公知道 便开始有意无意地透露送女儿出国的想法 可老公却以年纪上又婉拒 眼见不形严真又再次说回东恩 跟老公吐槽女儿班主任很不负责 让老公找关系将其开除 可老公却表示希望严真能说出具体事件 面对这话的严真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草草地糊弄过去 而也就在严真束手无策之际 东恩那边的复仇却已经悄悄展开 下课后的他在严真家附近租了一处住房 只希望能随时随地观察对方的习惯 很快通过观察 他就知道了严真老公道英的爱好是围棋 知道这些的他立马投气所好 不仅每天去公园观摩 甚至还因此结识了热心的小周 虽然看着东恩有些冷漠 可小周还是一眼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知道东恩对围棋感兴趣的他当即决定辅导对方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此时的东恩奇异已经突飞猛进 而见到时机已经成熟 他则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计划 这次的他有意引起笑霸老公道英的注意 在满是男人的奇观 他就这样凭借奇异高调地引起别人围观 而不知情的道英就在其中 鉴于以上钩的东恩利索的赢下棋局 不仅获得了两万韩元 也获得了道英的关注 可知道对方提起兴致的他不但没有动力 反而立马离开 而回到家的道英则一遍一遍地复盘刚才东恩的奇举 苦思半天的他最终才发现似乎无解 因此心里忍不住冒出对东恩称赞的想法 就连笑霸言真在旁边有意搭讪他也视而不见 至此道英多了个每天都去骑管的习惯 只为了能再次看到东恩的身影 可不想每次都见不到他 直到不知过了多久 他才在门口遇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律思叶想的他立马就要求跟东恩来上一局 眼见东恩全神贯注 十分好奇对方的道英便忍不住挑起话题 这别句一格的回答瞬间就击中了道英的心吧 也就在他输掉棋局之后 接完钱的东恩当走 道英果然忍不住 再次提出加码让东恩再陪自己下一局 东恩虽表面冷漠可内心却已经得意 因为他知道此刻的自己越来越靠近目标 而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那群人即将受到惩罚 而等棋局结束 东恩又来到道英回家的必经之路 果然在他看到东恩后 道英便直接走进了便利店 不知对方令有所指的道英很明显 对这样的回答充满兴趣 说着便将明天地点了东恩 让对方有时间跟自己研究围起 可东恩却并不打算找他 因为他知道适当地保持距离更能激发效果 就这样埋下伏笔之后 东恩又找到校爸们当年的小弟 当面提出跟他合作可以大赚一笔 碍于平时校爸等人对他非打即骂 早已极度不满的小弟当即表示同意 说罢东恩便让他搜集男校爸在郡的头发 而自己则可以让他一夜之间机身上流 而结果也不出意料 在利益的催化下 小弟隔天就带着战利品找到了东恩 作为交换东恩也告诉了他一个信息 原来校爸等人当年还霸凌过另一个女孩 后来女孩死于坠落 大家都以为他是无法忍受折磨自杀 可他却是被人推下楼的 于是根据东恩提供的线索 小弟也找到了那个女孩的尸体 同时作为交换 东恩也从小弟那拿到了女儿的毒品购买账单 可女三四处调有钱人的记录 之后东恩告诉小弟 推下女孩的人正是颜真 说爸便拿出了一张名牌 称这就是女孩死前握着的证据 听到这的小弟不禁狂喜 打算凭此来敲诈颜真20亿韩元 这时东恩说随意他怎么规划 反正钱也全是他的 于是小弟立马给女三打去电话 让对方不要再到处找有钱人了 只需要洗干净以后等着自己就行 事后又提前订好去国外的机票 然而也就在他把校霸团体和颜真老公全部通知到 准备摊牌要钱的时候 镜头一转 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家里 虽然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 可东恩却对此早有预料 因为他知道以小弟贪婪的性格 一定会触碰到那群人的底线 而且这对自己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影响 碍鱼已经拿到了女儿购买毒品的记录 所以这次的他选择当面找到对方 就这样利索地扔下一个包 要求对方在一天之内填满现金 否则的话就会将她的事弄得人尽皆知 看到这些的女儿还想象从前一样教训东恩 可东恩已经不是当年体育馆里的小女孩了 利索地拽住女儿的头发 顺势将其摔到一边 保定女儿之后 东恩又让人找机会偷走了女三的手机 看到里面有标记好的订婚日期 以及他跟不同男人的照片 就这样决定以此为切入点 原来爱与女三家境贫寒还总喜欢庄明媛 一直偷偷喜欢男校霸在军 可此举非但没有换来在军的真心 反而还让严真跟女儿愈发看不起她 总会吐槽她身上有甩不掉的穷人味道 于是为了能让她们有朝一日看得起自己 女三只能四处找有钱的结婚对象 然而等她费尽周章找到一个有钱的 怎奈对方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 称表示只有搞定母亲才会结婚 可男方母亲不但看她不顺眼 还总会查她是否有不负债 直到女三百一百顺地做了里外的检查 事情这才开始出现了转机 可言瞅着即将订婚 她却又让秀妍陪自己吃斋念福 也就在秀妍觉得只要忍忍就过去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面孔却突然出现在眼前 正是从前被他们欺负的东恩 可更令她意外的是 这个未来的婆婆似乎跟她十分亲近 原来打从拿到手机开始 东恩就调查了这个妈宝男的所有信息 不但提前和幸福的婆婆成为了朋友 还有一讨得了婆婆的欢心 看婆婆跟东恩如此亲密 秀妍知道事情不会这么巧 于是趁机会赶紧将东恩约了出来 紧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 表示骂宝男已经是她最后的机会 如果连这个都被东恩搅黄 那么自己将再也不会被人看得起 说着便开始不断地给东恩道歉 可东恩却拿起了一旁通红的木毯 对着秀妍的面门就刺了鼓子 眼瞅着东恩没有半点放过自己的意思 于是秀妍又换了一副嘴脸 不断地通过当年的回忆辱骂东恩 可这次东恩只是扔出了一部手机 看到这一幕的秀妍彻底傻眼 因为这就意味着东恩知道了自己太多的把笔 无计可施的他只能不断地咬着嘴唇 很明显秀妍能干的只有帮助东恩 意识到东恩要利用自己 秀妍只能询问对方自己该怎么做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东恩便让秀妍先利用小弟失踪的是报警 因为他觉得杀害小弟的凶手大概率就是严真 眼看对方没有意见 东恩便又来到与女儿约定的地点 此刻的背包也已经被他填满了美金 然而也就在东恩拿到前后 莎拉却率先展现出放松的姿态 因为他觉得这下就算跟东恩两亲了 自己的罪孽也算孰亲了 女二和女三已经收尾己用 这下轮到男校霸在俊 女校霸严真虽然嫁给何道英多年 可被地里其实一直和在俊偶断撕裂 甚至女儿都不是何道英的 本以为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可这天的在俊却突然收到了一只儿童牙刷 和让他去做亲子鉴定的匿名信 在俊虽然满脑子问好 可还是鬼使神差地照着做 看着上面的DNA符合度高达99% 在俊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个亲生女儿 不敢相信的他本能地觉得被骗 然而等到自己真的去验证 却正好看到了严真的女儿站在路口手足无措 看到女孩对绿灯没反应的他瞬间僵住 此刻的他无比确认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也是红绿色毛 意识到被严真欺骗的他想要驳回女儿 可严真老公有钱有势 正面走程序肯定毫无胜算 无奈只能找到最好的律师 看自己究竟有几成胜算 可律师却表示不论严真是什么时候怀上的 只要是夫妻关系存在期间生下的 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 都会归夫妻双方所有 听到这话的在俊有些沮丧 可这时律师却表示如果他俩能离婚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件事还有转机 找到方法的在俊立马来到严真家里 看到对方仍打算隐瞒的他再也忍耐不了 立马质问严真是否早知道女儿是自己的 看着对方依旧没有要说的意思 在俊也气得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 在俊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让严真离婚的想法 怎奈对方已经适应了阔太太的生活 还没等他想起怎么拒绝 在俊又一下亲在了他的嘴上 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之后 出来的在俊也意识到了让严真离婚是不可能的 于是只能从何道英这里想想办法 恰逢这时东恩送上机会 他掐准时间准备了一场专属于父亲的家长会 看到女儿班主任居然是跟自己下棋的东恩 还没等何道英主动打招呼 扭头就又看到了出现在门口的在俊 何道英表面没有回应 可心里已经开始对妻子产生怀疑 而在俊也没有挑明真相 只能在家长会结束后看着何道英领走自己的女儿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东恩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立马走到在俊面前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将女儿夺回来 但前提是要帮助自己向严真复仇 看到东恩的在俊这才恍然大悟 知道了这一切不过是东恩的俊 他下意识想拒绝 可以想到女儿就会心如刀绞 只能违心地答应对方 至此东恩的复仇蓝图彻底展开 在长时间的布局下 小弟直接惨死 女三成为了他的棋子 女二有把柄受他摆 在俊也因为女儿不得不向他妥协 就连严真老公在下棋后都对他念念不忘 而这一切的目的 全都只是为了摧毁严真的人生 等到再次来到之前学期的公园 意外发现小周给他发了许多短信 他本想就这样在对方的世界消失 可最终还是不忍地给予了恢复 收到短信的小周异常兴奋 两人相约在公园见面 碍于担心东恩再次不告而别 心怀爱意的小周这次干脆袒露心声 收到爱意的东恩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不是嘲笑男孩的单纯 而是他觉得自己这样枯萎的人生 根本就配不上童话般的爱情 看对方一脸茫然 东恩索性直接把小周带回了家 当着他的面脱掉了衣服 看着对方身上数不清的伤疤 小周也收起了劝对方停止复仇的想法 此刻的他眼里满是心疼的泪水 我看见本肌肉 你有绿色的 然后戴上 我连她 所以自己 好 我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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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是我连他 虽然东恩没有做出回应,可打从那天开始,小周便开始刻意地锻炼身体,不仅多了个收集刀具的习惯,还总会一个人的时候模拟如何一刀毙命,因为在他的心里,既然无法成为东恩世界的王子,那就成为守护东恩复仇计划的骑士吧。 而自从那次家长会之后,何道英也开始笃定妻子和在俊的关系非同寻常,于是通过机会找到女三,想借此来了解二人的关系,又由于女三被东恩捏住了软肋,所以便一股脑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出来,不仅详细描绘了高中时他们霸凌东恩的过程,也说出了严真和在俊偶断四连的关系,这一句句真相听了何道英头皮发麻,扭头便找到严真质问,不成想严真不但没有胆怯,还表示何道英之所以跟自己结婚,故也只是看中了自己长得漂亮为了门当户对, 既然如此的话,何必要去纠结从前的那些陈年往事 心烦意乱的何道英不知该怎么回答,恰逢这时看到公园里的一伙人在下棋,这是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就算是表面静如止水,实则背地里早已暗流涌动,眼见何道英一脸严肃,小周便称自己最近在帮人复仇,何道英显然知道那个人正是东恩,可他却没有直接挑衅 而有了这次见面,加上东恩刻意制造的家长会,小周分析何道英马上就会找到东恩,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当晚何道英就发出了邀请,可面对这个接近自己是为了复仇的女人,何道英的内心却无论如何都恨不起来 此刻的他不知道自己心里的感觉是心疼还是爱慕,他的立场已经在无形中从妻子慢慢向东恩倾斜,而另一边的严真也没显着 他通过线索发现了东恩的住处,可他不知道这一切仍旧在东恩的计算当中,没有觉察的他花钱找人撬开东恩家门 不但发现了这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家,还看到了窗户上贴满的照片,而更令他毛骨悚然的是,这里的照片全部都与自己有关 这时一阵开门声传来,他本以为是东恩回来了,不成想禁止老公何道英,至此黑暗荣耀第一季完结 黑暗荣耀第二季正天来袭,上来就是严真跟老公的正面对峙 见到何道英的他很是不解,质问难道他也跟东恩走到一起了吗 可何道英不但没有回答,还疑惑为什么这里有严真这么多照片 没等严真做出回应,何道英便再次逼问 严真显然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就是东恩,于是近乎威胁地说到为什么要打开那个盒子 不料听到这话的道英只是微微皱眉,紧接着又问出了相同的问题 意识到何道英立场转变的严真有些难受,只能借口说他们只是关系不好而已 而等到严真走后,何道英缓缓来到照片墙面前 这时其中一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的女儿伊律和全在郡的合影 此时镜头一转,坐在桌前的东恩正注视着家里发生的一切 另一边,碍于校霸团的小弟失踪 试毒成性的女儿莎拉告诉在郡自己已经被警方传唤 对于他来说,相比于小弟孙明误的案子 不让警方发现自己吸毒才是重中之重 可不仅莎拉被怀疑,全在郡这里也开始由警方上问 而面对警察的询问,全在郡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可等警方询问是否有小弟失踪前的线索时 他却将何道英的名片递了出去 时间回到几天之前,当时小弟在得到东恩的线索后 分别将勒索电话打给了所有人 这时的他想凭借素希的死亡 幻想从这几个人身上捞些好处 可只是这些还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最后静又将电话打到了东恩那里 让东恩先把他们逼死人的证据给自己 不然的话休怪自己再次反水 然而面对小弟威胁的东恩不但没有理会 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眼见威胁东恩没有笑容 他又将电话打给了严真 约对方晚上11点见面 而随着这次见面,他也就此彻底消失 时间回到现在,就在严真上班之际 不成想东恩却主动上门 见对方仍旧死性不改 东恩干脆拿出了严真曾经犯罪的证据 想凭此逼迫严真自首 可对严真而言 不仅觉得东恩的这些操作是在侮辱他 甚至还觉得东恩之所以有眼下的成就 完全得益于自己曾经的霸凌给予的动力 听到这些的东恩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知道凭借几张照片不可能让严真认罪 之所以还要特地前来 只是为了让自己接下来的复仇没有罪恶感 当晚,何道英了解到小弟孙明雾失踪的消息 并且除此之外 他还通过手下的调查知道了严真和全在郡的藕断撕裂 另一边由于之前的住所暴露 东恩受邀搬到了小周的家里 这些日子的相处让二人的内心逐渐产生悸动 随之而来的感情也开始升温 于是为了更好的帮东恩复仇 小周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将他喜欢东恩并想帮其复仇的想法全盘托出 在得到母亲支持后 他也利用职业找到了存放素吸尸体的地方 可令人意外的是 原本装有尸体的存饰柜竟然成了空的 事后通过了解 这才知道这里的院长早已将这具尸体转移到了冷冻室 很明显说存放于太平间只是给旁人看了 镜头回到严真这里 自从收到东恩的威胁 本就不可一世的严真开始心烦意乱 想通过与曾经的团体商量对策来走出困境 可几人纷纷表示 东恩拿出的证据跟自己没啥关系 见到这帮人嘴脸的严真无奈地笑 可由于害怕当年害死素吸之事败露 只能找到曾经帮他隐瞒案情的叔叔 想知道当年死者手里的名牌是否被销唬 对方称当年在东恩响评此来举报时 他的确将里面的名牌拿了出来 并交到了严真母亲手里 听到这话的严真稍微放松了点 可此刻的他做梦也想不到 他的母亲其实根本没有销毁那个名牌 另一边的东恩由于搬到了小舟的家里 便抽空来到之前的住所收拾物品 然而也就当他打算离开时 却突然意识到这些照片中似乎少了一张 说着便开始在照片箱子里翻找起来 可这张照片其实已经来到了严真的手里 而此刻的他 已经拿着照片找到了曾经帮助东恩的大婶 曾经嚣张跋扈地笑霸五人女 大难临头也开始撕逼 严真拿出曾经霸凌东恩的证据 告诉大家东恩开始行动了 但莎拉看了一眼 却轻飘飘地表示那又怎样 她认为校园霸凌事件 只会让身为公众人物的严真深概名列 而对作为素人的他们根本有啥影响 听到这话 严真深深感觉被被刺了 李莎拉此事更关心的 是在慧婷将孙明雾失踪的事情报警后 警方开始展开了调查 却发现孙明雾可能涉及毒品犯罪 将失踪案件转为了刑事案件 这才是关乎李莎拉生死的关键 孙明雾在失踪前 曾被每个人打电话威胁 威胁的内容便是当年尹素希的死 几人这才意识到 孙明雾的失踪似乎与这通电话有关 而慧婷表示 尹素希跳楼自杀那天 严真曾叫她去过天台 严真此刻明显慌了 当年在审讯时 是在俊帮她做的不在场正义 谎称两人当晚在录像厅看了很多颜色电影 但莎拉表示 其实这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不说罢了 但那天在楼顶的记忆却浮现在眼前 严真突然癫狂地笑了说 事到如今严真也开始害怕起来 回到当初的案发地底 她知道当年尹素希被她推下楼时 扯掉了她的笑牌 也正是文东恩恰巧发现 向警方匿名举报递交了物证 结果最终还是以自杀结案 只因那位严真妈妈交好的警察叔叔 拿走了举报信和物证 交给严真妈妈销毁 此时当年的事再次被提起 不放心的严真再次找到警察叔叔 面对严真的发疯 叔叔只好耐心地安慰她 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 名牌已经交给她妈妈销毁了 而尸体也早已经腐烂 就算是在重新调查 也不会推翻任何结论 听到这些严真算是松了口气 但她做梦地想不到 亲妈竟然留了一手留下了名片 而尹素希的尸体也并不在停尸间内 而是一直存放在冷冻室中 还是在周汝正家的医院里 东恩的出租房暴露后 她也直接住进了汝正的家中 这天过来收拾照片时 却发现一张照片不见了 而拿走这张照片的严真 此刻已经到了大婶的面前 严真通过警察叔叔 查到东恩名下有两辆车 从其中一台车的信息找到了大婶 也知道了大婶帮东恩复仇 就是为了杀掉自己的家暴丈夫 但面对威胁的大婶却毫不畏惧 表示如果严真却跟她老公告状的话 自己也会去找严真的老公告状 大婶的不卑不抗打严真气笑 在这时说出了大婶女儿的名字 这让大婶瞬间慌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女儿脱离魔掌 过上更好的生活 严真也似乎成功地抓住了大婶的软肋 大婶只能服软求饶 这时严真给大婶打句电话 被想到对方早已存了自己的号码 备注还是会被雷劈的见人 看来都是熟人也不必再绕弯子 严真表示东恩开出的条件 她同样可以做到 冬恩当晚来到约定见面的地底 却不见大婶的身影 联系不上大婶的冬恩有些交集 却不知更大的麻烦还在等着她 一头黄发的妈妈竟找到学校 这让冬恩彻底崩溃了 冬恩没想到 18年前为钱抛弃自己的妈妈 竟要再次选择毁掉自己的生活 原来这便是严真再次拿起的卷发器 严真拿出一大袋现金 表示操作起来十分简单 就像当年她在那张退学申请上签名一样 只要能让冬恩在辞职信上签名 就可以拿到这些钱了 很快 冬恩妈就染了一头黄发 来到冬恩的学校闹市 处于无奈 冬恩只好将她带回那间空着的出租房 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又打算如何毁了她如今的生活 看着无耻恶心的妈妈 冬恩此刻的愤怒也到达了顶点 再次被严真抓住伤害她的卷发器 她也必须开始反击 于是联系了已经成了她的跟班的惠婷 惠婷按照指示 将严真引诱到乳正新开的整形医院 这是一名护士不小心 撞倒了惠婷的爱马仕包包 不免让惠婷开始心疼 但高傲的严真却在一旁讽刺 叫她挂不起的包就不要拿 还是比较适合替环保袋 但惠婷也是很懂气人那一套 表示自己已经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好工作 完全不差这点钱 惠婷告诉严真 自己跟她老公回忆了不少高中时的事情 这着实快把严真的嘴巴气歪了 惠婷走后 严真这才注意到帅气的医生 表示等哪天自己心情好了 也要来找她打一针 意识到夫妻关系快要出问题 这晚严真在洗完澡后提一喷香香 主动向丈夫道歉撒娇 严真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见丈夫没有反应 严真也装不下去了 另一边一直联系不上的大神找到东恩 原来那天东恩发现照片不见后 就意识到严真会去找大神 于是便和大神计划好 在严真面前完美地演绎了一场戏 让大神成为严真那边的反见点 要知道东恩与大神早已建立了革命友谊 大神了解到东恩痛苦的过去 校伴们的残酷罪行 更看到了东恩竭尽全力地帮助自己 帮助女儿脱离苦海 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背叛东恩 而接下来 东恩将如何利用手中的线索 如何利用何道英 汝正又将如何联手对付严真 敬请期待下集剧情